花莲事工所办理的 112年海事生活节 和海有约系列活动 规划了许多不同的主题 在日前登场的是赏金去 而民众坐上了赏金船航向大海 除了赏金体验食渔教育课程 也了解到定制渔网的原理 活动内容丰富有趣 让每个人回来都是收获满满 来包比个赞 来 1 2 3 花莲港赏金码头挤满人潮 他们全都是要参加花莲事工所 办理的112年海事生活节 和海有约系列活动 在日前登场的是赏金去 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同到场认识海洋 也体验赏金乐趣 很好啊 因为一定要尝试 但小孩已经开开影片 哇 这个拳机 哇 等拳机来来的地方 能不能看到尖尖细细的长髓吧 民众坐上赏金船航向大海 在黑草人员的解说之下 除了认识金屯及食渔教育课程 也了解到定制渔网的原理 活动内容丰富有趣 那我们也希望说让我们参与这次活动的 民众能够了解 保育海洋生态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了解到 这项资源得之不益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的子子孙孙 都能够持续的让我们海洋永续的生存下去 那未来我们可以获得不管是在吃的 不管是在生活用的 我们都可以更必须的要去着重 保育这些观念 这边要特别感谢海洋委员会 给我们大力的经费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可以在花莲市 能够拥有这样的活动 活动最后解说人员也带领民众 认识不同季节的鱼种 更品尝当季的回游鱼种监鱼 做成的限定版小点心 鲍鱼花及鱼松奶盖红茶 让民众直呼有吃有玩 还能学习到各式海洋知识 实在是太值得了 记者 许立琴 华联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